如果新冠肺炎的疫情结束了 你最想去哪里呢 其实这句话不止在我们台湾 我们大家会讨论之外 还有最近在中国大陆 就真的有这一项调查 问你的是 疫情过后你最想去哪一个城市呢 现在排名通通出炉了 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 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最爱去的应该就是上海啦 北京啦 不然就是重庆了 可是你来看看 现在疫情过后 排行榜整个通通大洗牌了 第一名变成是武汉啊 因为你来看看这个好漂亮的地方 武汉这些风景区 像是黄鹤楼啦 东湖风景区这些地方 在这几天 五一黄金周呢 也是超多人去的 而且光是五月一号 还有五月二号这两天哦 人数你把它算一算 两天就有三十多万人去 说要欣赏美景 还有车流量同样也非常惊人耶 光是一天进程的车流量 就有来到二十万辆 有数字有真相啊 这个数字真的蛮夸张的 还有你再来看看哦 不只是风景区好多人哦 还有现在武汉夜市啊 大家说看到这张照片都觉得 我熟悉的武汉夜市 终于回来了 摊贩呢就跟这个疫情爆发之前一样 开始在卖这个大家爱吃的热干面啊 然后卖这些烤鱼啊烤肠啊 好多的烧烤光用响的就觉得香喷喷的 不止如此哦 不只有食物还有卖花的 什么东西通通都有 而且你看照片里面都坐满了好多人 大家就坐在这边好吃东西聊天 而且呢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们不戴口罩了 感觉上现在整个疫情是在慢慢的缓和 而且经济也在回温ing啊 还有现在呢湖北 也为了要来赶快振兴他们的消费 所以就发布了这一项通知 内容就说到要鼓励一些 比较有条件的企业单位 可以来调整一下作息 让员工呢可以在礼拜五的下午 就开始放假咯 下午再加上周末啊 一家人可以外出旅游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周休2.5日 赶快让大陆的经济可以赶快回温 然后呢就是要来振兴消费 可是你看现在大陆的疫情 已经缓和下来了 但是你再回过头来看看日本 状况还是好紧绷哦 最新的消息就发布出来 首相安倍晋三呢 他在刚刚就宣布了 说日本的紧急事态宣言 现在确定要把时间拉长 要持续到这个5月6号到5月31号的时间 不过这一次的版本有做了一些细部的内容调整 然后去的河掌村好漂亮的地方哦 因为这边呢你去啊 不管是冬天啊夏天 你去拍照 感觉上就像童话故事书里面的漂亮地方 所以以前黄金周呢 好平均一天哦 就会有1万多人来到这边玩啊 可是这一次黄金周非常罕见的 疫情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们封村了 也难得重返了25年前的宁静 当地的居民说 就蛮怀念这样子的状况的 可是日本人黄金周 他们真的有乖乖的自宿 好有乖乖的待在家里 哪里都没有去吗 这一张照片 直接帮你解答了 原来超级多的日本人 他们跑去了 日本人真的非常爱 可是有一句话 说人潮会带来前潮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在日本Pachinko的规模 竟然数字看到你会吓一跳哦 数字高达了6兆新台币 这么大的市场规模 而且他的单位要用照来形容了 可是我们来帮你揭秘 在这背后 其实有两大的关键原因 好像是第一个原因 这个机台真的是蛮厉害的 有玩过的人 你应该就知道 他有所谓的高音量 还有高刺激的声光 还有你在玩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画面 会有一些电玩 然后动画刺激的感觉 所以你玩着玩着 不知不觉 你就会上瘾了 还有第二块原因 就是他没有所谓的 地下经济这一块 比方说你中奖了 赚到超多的小钢珠 你可以拿去换日用品 还有换零食等等的 可是你换到这些东西 你根本不想要怎么办 好 在这个Pachinko的附近 还有一些当铺 它可以让你把这些东西 换成了现金 所以也难怪会带来 这么惊人的市场规模的数字 我们还要带你来看 其实日本的黄金周 大家除了去Pachinko之外 还有在日本的台湾人 要独家透过他的视角 但我们去看 在这个黄金周 还是有很多人 他到处趴趴走 这是冲绳著名金店国际通 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店家都铁门紧闭 不过现在是日本黄金周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黄金周来冲绳的班机满班 估计有六万多名旅客 日本冲绳县知识 赶紧呼吁大家取消旅程 会这么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冲绳比起本岛 医疗资源比较缺乏 当地目前隔离病床不够 还将旅馆变成隔离场所 把镜头换到东京 日本全国紧急状态 持续延长 大家防疫不敢松懈 是一所柜台贴上透明布帘 座位打叉要求大家保持社交距离 连电车都打开窗户 证明在东京的林小姐 现在居家工作 住的是sharehouse 最近黄金周入住的外国客 明显变多 根据当地规定 下飞机后不用居家隔离 可能去公司工作 还比在家安全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缓解 日本黄金周连续假期 还是有不少民众游客 趴趴走 也另外借担忧假期过后 疫情的发展状况 东新闻王震宇杨宗燕 台北日本连线报道 你刚刚看到了 现在美国的疫情这么严重 你说川普他头不头痛啊 他肯定烦得要命啊 因为不只是疫情惨 还有以前他最引以为傲的 美国经济 现在同样真的是惨兮兮哦 你来看到川普他上任以来的 美股涨势 一度是全数吐回 还有这个失业率啊 真的是有数字有真相 现在已经有3000万个 美国人失业了 还有第一季的GDP 甚至下跌了4.8% 这么惨耶 川普他当然会不爽 所以他就对中国大陆 要展开一连串的报复行动 甚至他还想要重启 中美贸易战 还有你看到川普跟这个蓬佩奥 他们两个真的是 可以说是一搭一唱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 他就说 我们美国这边握有大量的证据 说可以来显示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病毒呢 就是来自于武汉的实验室 真的如此吗 你来看看大陆 他们有话要说 大陆这边就回击 说拜托 这个病毒早在1月份 甚至在更早之前 就已经在你们的家中 已经开始传播了 怎么又想赖过来呢 好两边开始在互推 尤其川普一直把错推给中国大陆 而且你知道 川普他真的是死要面子 所以现在拿出这两招 两个屁股 他说要来制裁中国大陆 那么讲白话一点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川普他想救的就是选情嘛 好先来看到第一招 他现在说呢 要重启中美贸易战 他要对大陆来加征关税 有一个说法是 川普政府一直觉得 这个病毒就是来自于大陆嘛 所以我这个世界大哥 我这个世界队长 我就要出动 我要来惩罚中国大陆 所以我要来加征你们的关税 还有第二个川普他要赖账不还耶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呢原本大陆是持有这个1.1兆美元的国债 结果现在川普他就说了哦 他要取消大陆持有的美债 白话文就是四个字啦 写在这边他就是要赖账不还啊 不过虽然白宫有否认 可是大家看到这个消息 还是觉得很傻眼耶 川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还要你再来看看 川普他背后的用意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当然要这么做 因为现在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要到了 剩下6个月的时间 他的民调 现在出来 通通都是输给他的对手 拜登 尤其在摇摆州的部分 现在大家看起来 是不是也不太支持川普了呢 所以他现在要一直制裁中国大陆 就是因为在去年啊 你看到 9月份的时候 有67%的美国人哦 是支持川普来打贸易战 所以他为了要抢选票 当然他要这么做 可是这样有的 现在CNN 直接就来警告川普 拜托川普 你在这个疯狂的时刻 真的是不要再调起 什么中美贸易战了吧 因为现在 美国已经变成了 全面经济大萧条 你这么做 对大陆根本 没有达到惩罚的效果 害到的是谁啊 害到的反而是我们这里 美国自己的企业 或者是一些无辜的家庭 恐怕都会因此受苦 可是川普为了选票 他怎么会在乎这些呢 还有川普如果看到 接下来这个消息 他真的是 又要气到牙痒痒了 川普最讨厌的华为 现在又有最新进展了 人家华为呢 在世界第一高峰 圣母峰 还把6500公尺的营地哦 已经完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地台 所以这个消息如果被川普看到 他真的又要买送啊 这一次也蛮特别的 因为呢 交通工具没有办法抵达 所以是利用人力再加上牦牛 爬了杯子这些东西啊 600公斤重的东西 爬了6500公尺 后来也架设完成 但是说到这个5G基地台 最近其实传出一些 基地台被攻击的事件 像是在英国 就有60多个基地台被纵火了 还有在荷兰的基地台也是哦 被写上了一些蛮难听的话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些话竟然给人家写在 基地台上面 原因你一追下去啊 原来是网路上的谣言 说什么5G会破坏免疫系统啊 会让我们人类更容易感染到肺炎 还有更夸张的说法是第二点 他就说这个病毒呢 会透过无线电波 然后传染给我们人类 这到底是哪来的消息 看到都觉得蛮奇怪的 有人就说了继续追下去 他就发现原来是俄罗斯官方的媒体 在YouTube上面呢 最近就有一段影片 说5G基地台附近 你在这边玩的小朋友 可能你会罹患癌症啦 甚至会流鼻血 还有一些会出现学习障碍 可是有人就说在这背后 恐怕是有阴谋论哦 有人说会不会是因为现在俄国 他们根本还没有能力来发展5G 所以我干脆就来抹黑他呢 好 再来我们带你看到 Tesla现在又传出了大砍价的消息 录制的Model 3在降价之后呢 入手价比台湾还要便宜30万元 红色车身 流线车型 Model 3被特斯拉视为强攻 全球市场的平价车款 但如今传出中国大陆生产的版本 大砍售价算一算 约114.8万台币就能入手 比台湾售价便宜30万台币 台湾特斯拉表示 在台售价不打算调降 但特斯拉股价却面临暴跌危机 指引执行长马斯克 在推特上的一则贴文 一句股价太高了 让特斯拉一日应声暴跌10.3% 市值蒸发130亿美元 约4000亿台币 其实特斯拉近11个月以来 股价大涨将近三倍 而马斯克一句话 就让股价再次回答 坏消息还有 特斯拉一日也用email通知 正在修无薪价的美国员工 要延期复工最少一个礼拜 另外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 也都没有重启的日期 汽车业考验持续严峻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